关于地球日清理喷泉垃圾的机制修改 地球日活动出发更加频繁了 大家好,我是配料专家,路哥 测试符里地球日清理喷泉垃圾的活动既不修改 活动喷泉附近新增加了几堆黑暗生物 烧掉后可以获得大量烛火 喷泉旁边增加了几坨破碎的椅子 在椅子旁边插个蜡烛,配器点燃后 是可以和椅子进行交互的 活动出发后 喷泉喷出的彩蛋变成了长满刺的 类似于海胆一样的东西 烧掉后依然会有主要收集 活动出发的时间间隔 从4个小时变成了3个小时 因为我今天看到的活动出发的时候 是在12点20 并且通过测试符的其他的小伙伴反馈 在3点和6点也看到了 所以这次推测 时间间隔是3个小时 间隔时间缩短 那么一天触发的活动次数 就获得多增加了两次 通过测试 这次手机拿到了5根3档白浪 和1根多一点的2档白浪 单次活动的逐温产出数量 和直线相比应该是没有变化的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咱们下期视频见,拜拜